瘋火台又叫做封碎 俗称封后烟墩等等 是古代防止敌人入侵的一种重要的防御设施 遇有敌情发生 白天会燃烟 夜间会点火 建议传递军情 那么瘋火台呢 通常是建在异于相互瞭望的高岗上 一般距离大约是五公里 它跟敌台 墙台等建筑是密切配合着 来守护辽阔的中土大地 巴达岭长城是万里长城的精华跟杰出代表 这里山连绵 关险峻 长城就像巨龙一般盘踞在起伏的山巅上 透过双脚的攀爬 行走在蜿蜒的城墙之上 更能感受长城的宏伟壮硕 也可以登上长城做一条好汉 我剩下山步就到了 我觉得我变成了一个更强壮的人 那天我去那个 看别人跑好有趣 好厉害喔 爬上来真的觉得自己好厉害 哇 你看这个每一个角度你都觉得这一条道真的太可怕了 登上巴达岭长城的南四楼 一切辛苦都值得 因为壮阔的景观尽收眼底 这个长城它究竟有多坚固 它怎么样盖起来呢 巴达岭长城它有专名一个地质名词 因为是按巴达岭这个修建地基的这个 它叫巴达岭杂岩体 下面是坚固的花岗岩 哦 那上面这一部分 然后修建在巴达岭杂岩体上 两边都是汽油花岗岩石杓的 然后内部呢是用泥土石块这些旧地取材填在里面 然后呢上面再铺三四层方砖封顶 用糯米枝半石灰灌缝 这样呢就使咱们的长城非常的坚固 然后不成杂草坚固耐用 诶真的诶 这个每一个缝都很严密 所以杂草都长不出来 这个孔是干嘛用的 因为偷看的嘛 好好玩哦 但它的视线被挡住了 哦 那是跟敌人躲猫猫的吗 那它是干嘛 因为长城它是一个军事防御体系 当然是取军事防御的作用 像这个我们刚才看到 比较高高的墙它叫夺口墙 它是古代士兵作战的时候 用来掩护身体的 哦 对 打不到我 打不到我 作为军事防御设施 长城的建筑设计 蕴含着鲜明的巧思 敌人兵临城下了就可以 从这个洞里边来投火球 石块 土地的敌人 哦 那它有轨道是吗 有滑道 有的一些有 有的一些修复了 有一些没有修复 哇 好有血 有滑道 然后这边呢就可以射箭 然后或者是看一下敌方的状况 敌楼是军事休息跟遮风避雨的地方 敌楼呢 它就是古代士兵 然后居住啊 储存粮食丹药 遮风避雨这一个地方 然后四周开了很多的箭窗 是可以瞭望和射击的 然后二楼是台顶 它是可以 也是可以射击的 巴达岭长城一共有四十三座敌楼 全都是砖石结构 敌楼沿着山市由低处往高处 依次致力 开阔的瞭望口让敌楼里头四季舒爽 也让防御跟生活艰巨 我们小时候有学过长城的宽度 是五匹马可以同时 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就是 五马并骑 十人并进 现在帮大家走一下究竟有多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步 哇 好宽哦 常常很多人上长城 到了敌楼就会说他站上烽火台 对 说我到了长城的第几个烽火台 其实这种说法是并不确切的 因为烽火台是上不去的 对 我们可以看到 烽火台是建在长城外侧的 并没有与长城墙体相连接 所以我们是上不去的 所以以前的人怎么上去 以前的人肯定有小路上去 那现在小路都没有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 都是满山的树 草啊 没有路了现在 所以当以后你看到朋友说 他登上了烽火台 你就跟他想说 就证他 没有 但不能太严厉的就证他 因为在朋友圈里面他会觉得 好像我明明就上去了 但你要说那不是哦 那是敌楼哦 现在自己很有文化 是啊 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 我从头到尾 整个人都是斜的 因为这里 我们已经来到最陡的地方 我们刚刚在来之前 所有的人都在 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在这边犹豫 对 刚才我们来之前 就这样很多人 大家都在考量 要不要下去 我刚看到有很多人 是这样下去的 对 因为这里真的非常陡 听说坡度有 最陡的地方有70度的 也太陡了 我刚刚远远看 以为这边是很像我们那个 云霄飞车要下去的最顶端 咻 而且现在有雪在地面上 所以呢 刚刚我就跟我长城的好朋友说 要嘛我们就慢慢走下去 要嘛我们就直接滑下去 心大刺激 好 我们试试看 唯有实际走过 才能真正感受到长城的陡峭 等长城并不难 只是回到平地更难 你们刚刚爬上来吗 刚爬了 已经闪到 那里超陡的 上来是不是比较不可怕 你们刚才从那边开始 下去不行 上来好上 下去特滑 而且是用特滑 我有点害怕 而且我现在穿那么多 我觉得会直接滚下去 你们刚刚是倒退的走的吗 没有 真的走 在哪儿走 厉害 身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 我还是必须走一下的 已经有人 你吓死了 大家有不同的走法 我原本也想过 我可能就是像小说 我们下楼梯那样 屁股一层一层的这样下去 是一个吧 这个街的车 而且都会放屁股了 我都会 前几阶还OK 你怎么那么高 你怎么那么高 而且这里最大的挑战 是它十阶的高度不一 有的这么窄 有的这么快 所以你走路一定要认真看 不然你真的会滑下去 这里基本上没有一个人 不服来敢走上来 有 你看这个楼梯 这一格这么大 然后这一格这么小 好喘 我的朋友已经在那里了 你是滑下去的吧 我是猪队友 这风景好美哦 在路上休息的时候 才有机会抬头看看风景 曲折连绵的万里长城 是历史 军事 建筑 经济 文化艺术的综合体 他因此著称于世 我们现在要护栏车离开长城了 这也算是我第一次来到巴达岭 我觉得上长城之后的感觉 就像走在历史的皱褶里面 就非常适合一个人来 也非常适合跟朋友一起来 因为呢 他蛮逗的 那所以每个人用自己的步伐 但是又安静地踩着自己的脚步 然后我觉得 长城真的是一个 人类文明很大的一个 算是壮局吧 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巴达岭 享受不同四季的感觉 还有吗